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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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Spone 今天這支影片呢 要跟大家分享呢 早春我在GU以及UNIQLO的購物開箱 那這次呢 我在他們家買了就是這兩箱 GU一箱 然後UNIQLO一箱 今天都會帶大家邊試穿邊開箱 看哪一些東西值得買 然後哪一些東西可以Pass 所以只要說對我的GU以及UNIQLO開箱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之前我到的份都是買GU比較多 但是每次在GU的影片下面 都會有很多朋友說想要看一下UNIQLO的 所以這次就是特地仔細逛了一下UNIQLO他們家的衣服 那我們這次就先從UNIQLO開始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件我們就先來從這個顏色非常可愛 然後很有春季氛圍的針織外套開始來跟大家分享 那這件針織外套的材質其實屬於這種比較偏薄的材質 它是做直條的那種坑條 這件它比較特別就是它主打它是有抗UV的功能 然後整體就是比較短板 我直接穿上去給你們看 可以看到整體是屬於那種比較合身 然後偏短板的設計 其實我還蠻喜歡這樣緊身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是很顯身材的 然後材質穿在身上我覺得還蠻透氣的 就是很適合春天穿的那種薄上衣 這件除了可以當上衣穿以外 你也可以當作小外套穿 算是春季必備的單品 這款上衣它有非常多顏色 一共有八個顏色 然後有一些比較特殊色 像是紫色藍綠色橘色 就是還蠻多繽紛的顏色 這款我覺得大家去逛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穿起來版型是好看的 然後也是非常顯身材的 接下來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件針織外套搭配的褲子 這件褲子是UNIQLO的打折寬褲 這款寬褲就是在之前非常熱賣 這次就是用全新的布料 跟全新的顏色在春季跟大家見面 這顏色非常好看 就是一個很春意盎然的綠色 不會到太鮮艷 但是也不會到過於暗 就是一個穿上去非常顯白 然後很明亮的顏色 這次呢我除了有買他們家西裝褲以外 連他的上半身西裝外套 也有買回來試穿給大家看 就是等一下再給你們看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件褲子 我先給你們看一下它的布料好了 我覺得它的布料我非常喜歡 它是這種帶有一點棒樹跟垂坠度 然後手感非常的細滑的布料 而且這個布料呢 它其實不太會皺 就是我放著啊 就沒有特別折 它都沒有皺皺 甚至我一收到一打開 它就是還蠻平滑的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件褲子的版型 這件褲子呢 它前方有做蠻多的打折 然後這個打折呢 其實我覺得是很顯瘦的 就是可以修飾掉小腹的部分 背面的部分呢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臀部的部分呢 也有修飾到 就整件褲子看起來就是非常的顯瘦 然後腳很直 褲子的中間呢 也有做一個中央的打折 會讓你的腿看起來更直 然後更顯瘦 長度的部分呢 以我158身高來講的話呢 我覺得也是非常的剛好 這件褲子總體來說就是有剛好的寬鬆度 然後剛好的打折 所以整體穿起來是非常的顯瘦的 另外呢 它有個小巧思 就是它腰部的部分 其實是有一點微彈性的 你們有看到嗎 所以穿上去呢 真的非常的舒服 然後它是有彈性 但是卻沒有做那個打折 所以整體看起來會更利落 然後質感看起來更好一點 這款呢還蠻推薦大家可以去試穿看看 因為穿上去真的非常顯瘦 然後材質質感等等都非常的不錯 另外它還有推出 像是黑色灰色 比較基礎款的顏色 大家就可以買回去上班穿 這個呢 推推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同款布料的西裝外套 然後這一款呢 我買的是M號 就是有選大一點 但是我覺得試穿之後 我覺得它好像還是有點不夠大 我覺得L號可能會再更適合我一點 那這一款呢 它的裡面的內裡呢 是做一半的設計 就是下面是沒有 但是整體質感我覺得還是非常不錯的 這款的肩線 我覺得做的是比較合肩的那種設計 然後裡面是完全沒有電肩 但是我覺得穿起來呢 一樣是就是有挺度的 看起來是很有精神的 那我直接上升給大家看 這款呢 它的版型是做比較寬鬆 跟比較長的衣長 所以我覺得它整體的風格 會比較休閒一點點 肩線的部分 它也有做比較寬鬆的感覺 所以整體的垂墜感啊 蓬鬆感啊 我覺得都非常的不錯 那這一款 其實你要搭的比較幹練 或是搭的比較休閒都可以 那像是我現在就是 直接成套的搭配給你們看 就是綠色的西裝外套 然後綠色的褲子 那我裡面呢 就是配剛剛的真摯上衣 整體看起來就會非常的春意盎然 但是又不會到太過正式的感覺 這樣整套搭起來 不管是你要上班穿還是日常穿 我覺得都非常OK 那假如說你想要正式感 再多一點點的話呢 建議大家西裝外套 就可以選合色一點 這件西裝外套的質感 我覺得也非常不錯 這這個系列我都很推薦 而且像這樣子的話 其實搭配性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我知道 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有那種電肩的設計嘛 所以假如說 你不喜歡有電肩的西裝外套的話 這件非常推薦你去穿 因為它就是還蠻顯 那種直角肩的感覺 穿起來就是非常有精神 然後很有氣勢 下一件褲子呢 要跟大家分享呢 這次我在UNIQLO買到最滿意 然後最最最最最喜歡的褲子 就是這一款U系列的牛仔褲 這牛仔褲的版型真的是太神了 然後顏色也是很特別 它是一個淺藍色 但我覺得它又是帶有點綠感的淺藍色 其實那時候我在看官網的時候 我覺得它好偏白 但實際收到之後 我覺得它這顏色超特別 就是很像是牛仔布 水洗到一個步行之後 退掉這種顏色 超超超好看的 然後這件它也是做高腰的設計 它這種很淺的藍色 配上像這樣子有點橘咖的烤鞭 就非常的復古 然後扣著部分是銀色 我再穿上去給你們看 這件褲子呢 它是採用棉質的牛仔布料 所以非常的輕膚柔軟 完全不會有那種厚重跟悶厚的感覺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呢 就是它臀部這邊帶有點圓弧感的設計 就帶有點錐形感的感覺吧 就穿上去非常的時髦又很顯瘦 那其實整體它是比較貼合我們腿部的線條 但是又完全不會有顯胖的感覺 就是覺得你的腳非常的直 臀部的部分也有達到一個修飾的效果 這件褲子呢真的非常好看 這件褲子呢真的是看照片 也沒有感覺 但是一上升就是超級驚艷 它這款的長度雖然說比較長 但是我覺得下擺的部分 折起來它也是非常好看 因為其實它整體就是比較貼合 腿部的那種線條 但是又不會過於緊 又不會到太寬 它就是剛剛好那個寬鬆度 蓬鬆度 所以穿起來就是非常的顯瘦 然後它這個圓弧的設計 就會讓你的腳型看起來就是很漂亮 然後我覺得還蠻修飾 像我們這樣子就是臀部比較大一點的 這件褲子不管是版型 還是材質真的都非常的舒服 然後除了有出像這樣子比較特殊的顏色以外 它也有推出像是黑色 然後咖啡色是藍色 就大家也可以去試穿看看 你們一定要穿好不好 穿才知道 我說那個顯瘦跟蓬鬆圓弧的感覺 最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身上這件襯衫 然後它的顏色超級好看 去年韓國非常流行的這種藍 那它的材質也是像這樣很舒服 然後帶有一點滑度的棉 然後我直接給大家上升看一下 這款整體的版型就是非常的休閒舒服的感覺 那它的材質是採用100%的棉質 摸起來非常的柔軟舒服 那這款的版型其實它也是比較偏向直筒一點 所以你想要達到出那種比較boyfriend感 或是比較韓系的氛圍都可以 那特色就是在於它的衣領 其實有做比較大的那種劍領設計 就看起來會比較俏皮比較可愛一點 那不管是袖口還是異常都有做長一點 那假如說你喜歡那種更寬鬆更慵懶的感覺 的話建議大家可以選更大的尺碼 那這款的不管是單穿 還是當外套都非常好看 這件襯衫真的是超級舒服的 那你要像我剛剛那樣直接單穿 又或是說像搭一個這樣針織外套也非常好看 搭配背心也可以 所以這種襯衫就是非常的擺在 也是那種衣櫃必備的單品 這個顏色超好看超顯白的 很推薦你們可以買一下超好看 接下來我們進入到GU的部分 GU的部分這次也是買了兩件上衣 兩件褲子跟一件外套 跟大家說這件外套你們一定要買 真的太好看了 所以我們就先從這件外套開始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件風衣外套 以往都到秋天跟春天風衣外套都會非常流行 但其實架上到份都是放那種中長版的版型 但對於小個子的女孩來說 那些外套就會太長然後太壓身體 但是今年他們推出的像這樣的短板設計 真的是超可愛的 我跟大家說今年出了很多短板外套 像GU的這款就是我一穿上去就完全不想脫下來 真的是太好看了 它就是既俏皮又可愛 還可以帶有點帥氣感 我這件穿上去給大家看我真的太喜歡它了 這件整體它就是做比較短板寬鬆的設計 然後衣長它設定是52公分 就是你下半身不管是要搭配裙子還是褲子都會非常的顯瘦 那這一款衣服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在它的袖口 它的袖口有附調節這種袖帶 就是你可以把它調成可愛一點的澎澎袖 或是你要這樣寬寬比較帥氣的感覺都可以 這款我覺得不管是正面啊側面啊還是背面的弧度呢都非常的好看 我覺得它扣起來也很好看 我下半身就是搭配了稍長一點的散狀長裙 帶有點可愛的感覺 我覺得它袖子弄成蓬蓬袖真的很好看 你們看這件外套的版型是不是無懈可擊 那你要把它打開當作外套那種感覺也可以 就是這件外套我真的覺得非常百搭 就是穿上去不得了好看到不行 那它這個袖口的設計呢其實跟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那個皮外套的設計有一點像 像這樣子它就是比較寬版的袖子嘛 那你把它弄成進來一點 它就會有一點微公主袖設計但是又不會說到太誇張 這款外套呢我覺得它就是可以靠袖口呢來達到出不一樣的氛圍感 然後這件價格我記得只要1000出頭吧就是1490 我覺得大家可以試穿看看 然後它的衣長的長度穿起來絕對就是閒腿長的那一種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這件巨屋的短板襯衫 這一款白色短板襯衫我覺得它材質是屬於那種比較有點硬挺的感覺 有點像是棉麻那種觸感 那這一款它也是微機能型的就是它有抗UV的效果 奇怪最近怎麼這麼流行做抗UV的上衣啊 然後我直接穿上去給大家看 這件整體的版型呢就是做像這樣子微寬鬆短板的設計 穿上去呢就是非常的閒腿長 背後的部分它有做一個微微打折的感覺 那像這種上衣你下半身不管是要配高腰褲或是低腰褲或是散狀裙都非常好看 像這種白襯衫好像沒有什麼好介紹的 因為就是衣櫃必備的單品然後是這種短板的設計 那我直接來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搭配的下半身 我從去年開始呢就非常喜歡買GU他們家的褲子 因為我覺得長度對我來講呢真的是太剛好了 就是完全都不用改然後也不會踩到地板就是非常剛好 那這次呢我在他們家看到了一個這個非常好看的均綠色的工裝褲 那這款的工裝褲呢跟我以往看到的工裝褲不太一樣是它的材質 是比較柔軟的材質不會到太過硬體 我直接穿上去給大家看 這件褲子的腰頭呢它是做鬆緊帶的綁帶設計 就是你可以自己調整要有的舒適度 那褲子整體的寬度我覺得有比一般的寬褲還要再來的寬一點點 前方呢也有做打折的設計 所以其實我覺得穿上去也是還蠻修飾的 整體的長度呢對我來講是很剛好的 不管是前面看呢或是後面看其實我覺得都是很修飾腿型的 旁邊兩個大口袋呢就非常有工裝褲的元素在 那它這件褲子呢其實下擺呢它是可以做縮口的設計 就是它是有兩種穿法的 你把縮口的設計拉起來的話整體的工裝感就會更加明顯一點 上衣的部分呢我是搭配剛剛的白色短板襯衫 這樣子我覺得整體的比例看起來會非常的好 接著我就配上蜂衣外套給大家看一下 卡其色配上均綠色看起來不會過於沉重 我覺得整體呢是非常安全沉穩的配色 也會帶有一點戶外的感覺 那那時候呢我在看紀錄他們那個員工穿搭的時候 我就有看到他們把這個縮口褲呢配上肩頭的高跟鞋 我覺得超時尚的就是另外一種衝突的氛圍感 那這件褲子的材質它也是帶有點垂墜度 然後補宇宙非常舒服很寬鬆的感覺 這平常穿一定超讚的 接下來呢又是一件白色上衣沒有錯 其實我看到這種白色啊微透膚色系的上衣 我就是會忍不住買耶 因為像這種上衣你要夏天穿春天穿秋天穿都可以 就是它太百搭了 然後呢因為像這種版型它都會做的比較寬鬆 所以穿起來它就是會有意外的慵懶感 我真的很喜歡這種上衣 我直接穿上去給大家看 這款的尺碼我特意選擇比較大 我選了L號因為我想要看起來更寬鬆一點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它的衣長啊袖長啊 跟整個寬鬆度呢都會再更大一點 給你們進去看一下它的材質 它的材質呢是帶有一點紋路感的透膚材質 那它這款的透膚度其實我覺得還蠻剛好的 你裡面呢要像我一樣穿著比較運動感的運動內衣 又或者說你要搭配一些有色系的坦克背心都可以 就是不一樣的搭配方式可以呈現出不一樣的感覺 那這款上衣其實我覺得它直接單穿下面配牛仔褲就非常好看 又或者說你要配我剛剛介紹的那款工裝褲也可以 然後紮進去的話就是另外一種不同的氛圍 它側邊呢有做一個小切口 所以你要紮衣服其實還蠻方便的 就是要紮不紮我覺得都非常好看 像這種透膚上衣對我來講就是有種致命的吸引 你就是看著就會想買 加上它的價格呢只要390非常便宜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呢它還有推出就是剛剛那樣子的均綠色 我覺得那款均綠色穿起來也非常好看 就是你們可以去看一下啊 最後呢是這款刷破的喇叭寬褲 它這個刷破真的刷得很大耶 前面有一些就是小刷破的設計 就還蠻街頭感的那我一樣直接穿上去給你們看 這件褲子呢它是做寬版的喇叭褲設計 然後整體我覺得有比較合身一點 但是又不會到太過緊身 膝蓋的前方呢有兩個大刷破 就是走路的時候好像會有點微微摩擦到膝蓋那樣子的感覺 然後背面給你們看一下啊 這件褲子呢其實我覺得就是沒有到很顯瘦 但是我覺得有拉長的效果 因為它喇叭褲的設計就會讓你的腿看起來更長 那這件褲子呢就是你的腿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穿起來大概就是那個樣子 這件褲子我覺得穿起來讓我沒有太大的經驗感 就是一般般就比較普通的牛仔褲 然後加上我在試穿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地方走路的時候 會有點磨到膝蓋 就會有一種膝蓋好像往外跑那樣子的感覺 所以這件牛仔褲呢我就是覺得比較普通一點點 那這次呢我在GU買到的這五件裡面呢 我最推薦的就是 我相信你們都知道是那個風衣外套穿上去真的太好看了 那在Unicore的部分的話呢 我最推薦的會是那款UCA的牛仔褲 就這次呢我買的這十件裡面呢 這兩件是我自己最推薦的單品 所以呢假如說大家假日有去逛街的話呢 可以去試穿一下這兩件 就是會還蠻驚喜的這樣子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次GU以及Unicore的早春系列的分享啦 希望今天這支影片得到我幫助 也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拜拜 拜拜